人很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今天咱们把羊腿已经弄回来了家人们 昨天大运的大胖吃羊肉 咱们今天把羊肉改一下刀 清水煮的 对咱们就清水煮一下 内蒙古吃法 改一下刀 羊肉嘎嘎新鲜 就别这么改 就直接速着改 就这么改一下 哎呀兄弟就这一块羊腿 抱着啃 我和你先来一口 我看 哈哈哈哈 哈哈 咱们也不焯水 嗯 直接炖 直接炖 这羊肉咱们得清洗一下吧 对 清洗 我洗一下 其实羊肚子这一块也特别好吃 这一块 嗯 羊腩 嗯 肥腊好吃 清洗一下 哇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 我就不在你旁边了 走了 生气了 哈哈哈哈 嗯 内蒙的羊 人它在草地上 草地上其实是有很多药材的 哦 羊肉自身就有那种 羊肉其实本身就已经入味了 但是咱们这个一般就是吃草料 吃杂草 平原上哪有那么多烂合刀的药 所以说他们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葱姜那个料酒 对 而且那边的羊肉的品质 要比咱这边的品质好 这边的羊肉 放入姜水 看看我头哥的状态 哎呀 羊排 锅里高 羊腿 锅里高 又一个羊腿 红椒 来点料酒 先盖上锅盖 采韭菜花的大猴子 不是我发现咱们的韭菜花怎么跟那个草原上的韭菜花不一样 它都是应该是野韭菜 咱这是家韭菜 一边蒸一边打 两个卤肉包放在里边 现在这个肉已经很香很香了 咱们已经炖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现在放盐 几十一度 开锅 开锅 散发 真的好吃兄弟真的好吃 太棒了 兄弟们来一口来 我老是没有让老铁们尝一口的冲动 你们尝一口 我给你们蘸点韭菜花 这个羊肉非常的鲜嫩 而且蘸上这个新鲜韭菜花 真的 我跟你说谁吃的韭菜花 也没咱们吃的新鲜 咱们现摘的 园子里边现摘 太好吃了真的 没劲 我讲句实话 我在任何馆这边吃羊肉都没有吃过 现在这么得劲 真的 问题是你在外边吃 他不会给你拿这种大锅去炖 其实说白了都是高压锅弄出来的 咱们这种小锅慢慢炖出来的香 对 太好吃了这个 连肥的是更香 来一口 咱们 怪不得人家内蒙人喜欢吃羊肉吃肥的好 吃肥的是真香呀 一咬不开玩笑 真的 这羊肉炖得刚刚好 软啊 合适 不用说这韭菜花真的好吃 这块肥 就是说这样的羊肉我也乐于吃肥的 真的太香了 这一次是个残酷的 我给摄影师炫一块来 太香了我告诉你真香呀 过来来一口给你炫一口 来来来 我告诉你你好 这里带点肥的我告诉你真香 没有肥的不好吃 筋膜这边上的哇 这太香了 你别站住 不站住再滑 嗯好 这羊肉刚出锅我告诉你好嘎嘎好吃 我和姐妹不认识那么多啊 我最后一块我让 我让我的摄影师带了 我让他陪着你 我说我不行了 我在这儿我容易控制不住 哈哈哈哈 我最后一块那块打了 真香 哈哈哈哈 太炒了 你不尝一下羊排 你不尝啊 我吃不尝 我尝一下羊排都咱不头 来 你不尝一下 你不尝一下 我还有可多人没吃 咱们也不能抱着羊排啃了 我可想抱着羊排啃了呢 来 就这个大羊排 没了这韭菜话 来 兄弟们来一口 你吃羊腿 我先喝一碗这个汤 是 老底的汤 肥的干不了 肥的干不了 甜的 好喝吧 啊 这羊肉汤就得就得这个大排骨 兄弟们 就你不蘸这个韭菜花 它这个羊肉都是发甜的 嗯 各好吃 一点汤没放吧 没有 嗯 嗯 太香了 你喜欢吃肥的 还是喜欢吃瘦的 肥的好吃 肥的好吃 你也想吃肥的 我以为你不吃肥的 我说特意让他给你弄碗肉的 嗯 他要弄肥的 嗯 嗯 哇哼 那就是这个姜头 哎呀 你这个韭菜花太棒了 最后一点韭菜花全抹了 后哥要不你给我再给我摘点韭菜花吧 哈哈哈哈 对 呵呵呵 嗯 哇 啊 家伙们东西买回来了 呃 羊腿 人羊排 就这么点羊排 其实我不想用羊腿 也不用弄 也不用处理它了 也不用弄 然后咱们切点洋葱 然后准备 然后准备 开干 洋葱改一下刀 好了 准备一盆清水 倒上大米 对 把你吃了 给它吃了 有点 多闷得 它下来不是没这条件 你 走得 再给它泡发一会儿 让大米充分的汽水 其实应该用长蝋米 但是咱们家的条件有限 买不起长点饼 咱们就吃普通大的饼就好了 咱们这条件实行实不行 锅热加油 油热加入洋葱 洋葱炒至变黄以后啊 加入羊肉跟羊腿 翻炒 把羊排里边的油脂咱们煎出 羊排炒差不多以后啊 加入胡萝卜 胡萝卜炒完以后啊 咱们加入没过切菜的水 蚝油 蚝油 自然 不放点菜 十三香 来点零卡汤 来点盐 搅拌一下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已经炖了二十分钟了 现在咱们看看 哇 我去你看这汤 很浓稠 好多 加入提前泡好的大米 在门上生肉 加入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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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火焖上十分钟 好的 好了家人们出锅 做好了 看看我的天 太过瘾了 我先弄点 弄点 饭 哇 来块羊排尝尝 嗯 哇 我去的太香了 嗯 哇 太爽了 抓饭咱抓着吃 除了胖没毛病 哇 嗯 哇 不要 不用再吃了 你们来你们吃你们吃 嗯 又控制不住了呀 真的好吃 可以做一做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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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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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羊腿呢怎么吃呢 人很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友 我是怕我饿 哈哈哈哈 今天羊腿咱们怎么吃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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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肉的方式 咱们把这个羊腿做这做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从来没有那么那样吃过 嗯 咱们今天试一下 所以我我都说 先去给羊腿焯一下水 羊腿冷水下锅 加入巨腿30克 葱姥 尿酒 开火 老亲们咱们已经焯水15分钟 现在把它捞出来 咱们用冷水清洗一下 给羊腿啊改一下刀 然后淋上酱油 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以后啊 咱们把羊腿 让它自然晾干 起锅 烧油 老姐们 油温烧至五流程热 咱们把羊腿过一下油 把羊腿下入到锅烤锅当中 加入巨腥菜 三个葱姜 再加点辣椒 料酒 红烧酱汁 上色用的 蚝油 生抽 冷猪 加入两个卤猪包 酒前这盐 加入呆色的生命圆圈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老兄们 咱们上汽以后啊 炖上它二十分钟 开火 好了老兄们 咱们 我已经把劲放好了 现在直接看成品了 哇 哇太小了 好菜出锅了 哇 太漂亮了 老天 咱们咬出点汤汁 汤汁里边 加入淀粉 熬至浓稠 把熬好的汤汁 浇入到个羊皮上 最后撒上葱叶 点缀一下 老兄们 最后撒上点葱花 咱们这道菜就算做成了 哎呀老兄们 实在是太香了 我已经惹不住了 我可不跟你们说别的了 我赶紧尝尝 哇 来一块肥的 肥瘦相间的 哇 太爽了 哇 咱们做的这个汁儿的 特别香 而且羊肉本身的味道也很浓 嗯 咱们放了这么多菜这儿 并没有把羊肉的本味儿盖上 非常棒啊 来口酒吧 这么香不配点酒 是不是又糟糕了 你们又该吃这个土豆啊 不行我就看看 太香了 爽啊 啊 爽啊 蘸点汤 我也 嗯 哇呀 太爽了这个 哎呀 哎呀拿这个刀啊 拉太费劲了 咱们 还是 回归最初的状态吧 哈哈哈哈 嗯 太爽了 而且可以看肉 这肥肉 哎呀看我口气话 谁想要谁想 嗯 嗯 嗯 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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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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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啊 嗯 哎呀 肯定不太好吃了 咱看这个 改下一个刀吧 哎呀 肯定不太好吃了 咱看这个 改下一个刀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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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药伴 记得转发给大家关注啊 再见